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绝了 王一博的年末作业被工作室提交 粉丝评价,也不如真人 所有人都知道 如今的王一博已经陷入了年末狂交作业的阶段 那一个个视频一会儿在换衣间 一会儿在楼梯间 一会儿一个眼神杀 把粉丝们迷得不要不要的 虽然明知道这些视频是当初王一博在参加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总决赛的后台蹭景拍摄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粉丝们对他作业的期待 可问题是 粉丝们既无法预料他下一个作业的场景 也推算不出他交作业的时间 只能等待 而距离王一博上一次交作业 已经过去了九天的时间 粉丝们本以为最近是等不到了 谁曾想这一次王一博的作业没有亲自交 而是让工作室 他短视频平台的宣发号 帮忙提交了呢 这波操作就跟上学的时候 孩子狂补作业 自己不亲自交给老师 而是暗戳戳地拜托同桌帮忙提交过去一样 因为这一次交的作业 与之前交的可不是同一个系列呀 最近阿绘画之风盛行 原本都是网友们将自己的照片上传 让机器给自己绘图 后来逐步演变成粉丝们将自己爱豆的照片传上去 王一博也有诸多帅照有了对应的阿绘图 对于此 粉丝们的一致评价都是漫画比不过真人 而这一次 王一博亲自出手了 一张黑色外套下搭配着白色短袖 45度角仰望上空 神情中带着些许凛练 就在AR画图的操作中慢慢变成了动漫模式 衣服倒是没什么大的改变 就是这张脸 变成了像左朴 还刺着个大牙笑 说实话 把这张漫画单拎出来 那真是跟王一博没有丝毫关系 但那神态却隐隐有点路飞的影子 也许这才是王一博对这张漫画图满意的原因吧 王一博本人才是那鱼行走的BJD 三次元的人有着二次元的脸和身材 无数次 粉丝们对着王一博的照片发出是不是真人的疑问 在王一博是AR绘画特效之前 其实粉丝们早就帮他转换了很多张特效照片 只不过因为是大数据机器转换 免不了的只能捕捉照片上的衣服背景的 对于脸 那就只能有一个大概的纹括了 于是 在特效的加持下 穿着古装的王一博因为有了假发 所以被特效认定成一个女生 还私自给他加了一些脖梗挂脸 只能说除了背景颜色之外 其他真的是两模两样 当然 也有一些图片是可以些许还原出王一博真人容貌的 但大多都是早期还是白牡丹时候的照片 那个时候的王一博脸上有着明显的婴儿肥 脸型也更为圆润流畅 可以很好地被机器捕捉到 少了成熟男人的凛冽与线条 也更为接近机器所描绘的 只不过毫无疑问 粉丝们自制的 要绘图出来的成品远远不及王一博本人 只是尽可能地还原他的衣服与背景 看到工作室发的特效图 本以为可以媲美真人 但如今看来 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机器绘图毕竟不是真人绘画 照着王一博的样子临摹 都难描摹出他的神韵 更何况是机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